半挂车又来了 后面跟着了辆小三轮 前面来了辆摩托车 这也能抢吗 这真的是 我如果骑这车旁边有个大车 我肯定会让它先走或再走 有点俊虎之症 平天半挂车拉的是 一车模板 铁的应该很重 第一把没有上去 这个 车头后面有个大罐子 他们都说是奶皮车 感觉还挺好玩的 这盒人少赶紧找个角度上去 要有车多了就做麻烦 等一下 刚起步前面有 来辆小电动 小电动也吓坏了 直接跑到旁边去了 赶紧后退 电动车还是比较有安全 它不先走 它躲到电线杆旁边 然后让大货车先走 把电线杆当做一个保护的东西 好再倒一把 看看能不能上 好回正方向 暴光多大 这个角度上去了 可以 电动车也 还不能上吗 前面车都在靠边让了 后面车离到老远了 后面的车还是很懂的 隔了那么远 还是有点害怕的 好走了 上去了 不是很懂啊 它那车上面 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 没有绳子 没有那种帆布盖着 不怕掉下来吗 从旁边过的车 感觉好危险